继续是来自明镜厢的消息 嘉义官掌声杯掌声大声 今天你在明镜厢掌声会关开唱 来十二位阿公阿嬷姓中大阪 真正的唱歌 副管党五方明 专程教党为老师大来加油打气 还有现唱一声 王叔就是我的安慰 五方明笑自己说 他的歌声比参加比赛的掌声 差太多了 还有需要再联系 专门真心胜快乐 有嘉义官掌声会主办的掌声杯掌声比赛 看清老师大一年一度的冠心会 比赛分作掌声租 上篇租到公开租 五方明形容大高大姐 妖娇的模样和神殊红菜的打扮 让他好产相加紧 我是歌手的会党 他真影响可以在这里 听到嘉义最好听的声音 我想各位很简单 我们外来一个会手 有自己的欣赏 用到这个歌声 来表达我们的心相 我刚才来 我现在看到 大家像我们一位阿姨 都穿到妖娇美类 女儿都穿得很厉害 像韩国这个空流 我觉得像我来到 我是歌手的现场 所以来自己还可以听到 自己的好声音 是来寻人全上的 感觉很深色 也很感动 因为我都 滑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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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人滑到就是要动 不管是套过什么方式 运动也好 甚至来唱歌 唱歌上没有我们也能练担电 否则肺部量也会更大 也能唱出我们的好声音 以外 我想 我的心情 我会比较倾断 我向民说 科学家研究这次 人们要多点健康 除了适量的运动 健康饮食 跟成长的困难之外 最重要是保持一块心情 着着唱歌 就能保持好心情 老师跟他唱歌 肯定是健康有个重心 他要祈祝大家 唱出好心声 唱出健康和快乐 新新新闻 中来信 明镜阳 彩虹报登 明镜阳